你想知道新加坡当地居民使用的公共设施长什么样子吗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Gilanswemingpool公共的游泳池 这里的游泳池人很少 因为位于高速的旁边藏于小区的中间 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基本是找不到的 去这边游泳池几乎很少外来人去 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因为这个游泳池真的很隐秘 如果不是我女儿的游泳老师叫我们来这边游泳池 我想我是不会发现这边小区里面还藏了一个游泳池 真的超级隐秘 游泳池虽然不是很大 但设施还算玩比较全善的 我们看到这是游泳池的大门 如果你向政府申请了补贴的话 几乎一整年的运动费用就有了 因为它的收费还是蛮公道的 星期一到星期五大人收费是一块 小孩子是五毛 老人也是五毛 周末的话小孩子长到七毛 老人是六毛 纯人的话是一块三 还是蛮公道的一个价钱 即使你向政府申请了一百块钱的补助 基本上你一年的运动费用是不用花费太多的 这边学游泳的人很少 几乎没有什么人 早上一整个班都是这几个小孩子在学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来这边学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陪伴 记得点阅我的频道 拜拜